哈喽 巧克力现在呢是来到了成都的二手车试卡 我车大概已经决定了 就选一个BG40买一个二手的 然后先玩一段时间 最主要呢 现在就是看一下车的新旧程度 还有这边有没有这种车 因为我今天刚好要回去路过这边 就来看看 走吧 问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叫做万圣二手车的地方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看起来挺小的地方 也不知道有没有我要的那款车 在这里呢是发现了一款BG40 这个是谁的 我的 18年的 18年的 这款是 BG40 Plus 这个汽油版的 汽油 现在这辆车卖多少钱 14万多 12版的还是14万多吗 2.3T的自动的 4区 最高的 2万公里 全程设施工压 2万公里 对对对对 哦 它这个不是不会是四股车或者什么样的吧 零补鸡 零补鸡 对 我先看一下 这是一辆什么 H9 H9吗 只跑了1万公里 1万 1万 真实公里 要4年的才跑1万多 对 这个买回去是放家里没开吗 就是放家里没开 要4年这么久了 那卖的话是多少钱 我们这边说12万6 这个车刚看了一下 但不知道为什么油漆味特别重 油漆味重是因为顶棚干了的 顶棚因为它长期放在地下是潮了 潮了然后重新顶棚布是重新干了 它的这一款车呢 它是后排三排 连那个 部都没有拆 跟那个 哈佛F7 后面一样的 是能够完全打平去睡觉 如果说它这个车问题不大 就说那些功能什么的都还好的话 我觉得选择它也是蛮不错的 我是来看北京BG40的 为什么看着看到哈佛去了又 但是这两款车都是 就是说我比较重义的 之前没有看这款车 完全是因为它的价格过高 所以我放弃了它 就重义北京BG40去了 但如果说 这款车没问题的话 我觉得选它是不是会比 北京BG40会更好呢 我 没主意了 老板 你对着我的镜头说 那两车没问题 车子我可以给你保证 功能速决的真实 然后没得正 重大食物 没得水口 没得火烧 有差不多一个 有三个面不过去 然后其他没得到走 车子算鸡皮 算鸡皮 然后这个 我可以打包票 如果说有需要 如果说后期这个车子 你今天帮我成交 然后河头上 我也可以给你住民 就是无所谓的 车子我对着 我自己的情况很有把握 我自己收钱 确实很有把握 哎呀 我跟他们聊了一下 然后他们都叫我 先别买 其实我是很冲动的 就想直接在成都 马上 不管BG40还是H9 先提一辆车回去 马上开照 但他们都叫我先别买 我就先再看看吧 反正确实了 我不懂 好了 那就先回去了 我肯定的